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九龄是开元时期很有作为的一个宰相 他有能力也坚持原则 可以说是唐玄宗很好的助手 他劝谏唐玄宗要勤政 反对唐玄宗废除三位皇子 但此时的唐玄宗根本听不进张九龄的劝谏之言 最终敢于直言觐见的张九龄被霸向 一位迎合皇帝的李林府得势 三位皇子被废除又同一日被杀 唐朝政坛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那么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 山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开元盛世上部第十一集 盛衰分水岭 三皇子事件这件事啊 很受历史史家的重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视之为是唐玄宗时期政治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开端 我们前面说了唐玄宗这个人呢 人到中年以后就逐渐开始了有了卷证代证的这个迹象 而且疑心病越来越重 那么你既然有这样的一种疑心了 既然有了代证卷证的这样一个迹象了 那么马上就会有人趁虚而入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李林府 李林府这个人 他是三皇子事件 可以说是幕后黑手之一 而且可以说是主要的黑手 那么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 本来他跟这事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李林府一定要参与这件事情 而且还参与的那么深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两个 一个 李林府要想上位的话 必须得扳倒现任的宰相张九龄 张九龄和李林府是完全两路人 性格完全不一样 价值观不一样 做事的道德水准也不一样 张九龄是个很正直的人 李林府呢 则是一个很会来事的人 因此两个人的斗争是水火不容的 他必须得扳倒张九龄才可以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迎合唐玄宗啊 还是自己要上位啊 而唐玄宗现在呢 逐渐的开始不爱听奸言了 而且呢也讨厌宰臣们这个势力 过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林府决定要投其所好 唐玄宗此时应该说政治上已经开始 逐渐的出现了不少的昏招 而且生活也变得日渐的奢靡 我们讲一个小例子 开元十三年 生活日渐奢靡的一个体现 魏晋隋唐时期盛行斗鸡 这个斗鸡啊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因为正人君子认为这个东西是玩物丧志 首先你看 养一只合格的斗鸡本来就价值不菲 而且斗鸡这个活动往往和赌博相关联 所以儒家把这个东西视之为是不务正业 我这里特别介绍一个词 呆若木鸡 呆若木鸡现在是用来骂人的 可是您要知道 这个词早年间 那个意思可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出自于庄子 庄子是这样解释这个词的 鸡虽有名者 以无便宜 望之四目鸡 其得权宜 亦鸡无感应者 凡走矣 什么意思呢 庄子是说 一个斗鸡训练到什么程度 算是达到至高境界了 叫呆若木鸡 像个木头做的鸡一样 站在那个斗鸡场上 别的鸡扑过来的时候 人家是气定神贤 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其他的鸡 往往被他的气势所设服 最后呢 自己下的就跑掉了 不用斗 自己就跑掉了 这是至高境界 据说甲昌训练的鸡 就能达到这个境界 而且甲昌训练的鸡真是 那真是训练的相当有一套 甲昌自己在大街上走 他的几百只斗鸡 跟在他后面排列成行 浩浩荡荡荡的跟着他 你看看 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结果就这么一个养鸡之人 却能跟着去泰山风扇 这本身应该说就是一个不祥之兆 你别看这个事不大 但它是一个不祥之兆 我们讲 讲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史记宋世家记载了商周王的故事 商周王据说早年间 还是一个勤俭的国王 但是到了后来 商周王有一天突然之间 开始用一双象牙筷子吃饭 这件事情引发了大臣继子的恐慌 继子说 说这个不得了啊 为什么呢 说彼为象柱 彼为日碑 为碑 则彼思远方真怪之物 而日之矣 鱼马攻使之箭 自此使不可振也 意思就是说 他现在用象牙筷子吃饭了 那他以后喝酒 必须用浴杯了 那么 石具开始变得精美起来了 那么食物跟着也就要精美起来 食物精美了 你看吧 以后公使也好 服装也好 各个方面 他都会变得奢侈起来 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是这个意思 这叫什么 这就叫做见微之助 我们从贾昌这件事上 也可以做到见微之助 那就是唐玄宗本人的 历经图治的那种心气 已经开始有所消磨了 唐玄宗此时啊 有一个显著的心态 他特别担心宰相们势力做大 而此时的张九龄呢 当宰相若干年以来 张九龄可以说是劫心尽力 而且张九龄给自己积攒了极高的人望 朝野上下都交口称赞 但是您要知道 你越是这样 唐玄宗心里越是不安 而李林甫 则准确地抓住了唐玄宗的这个心理 有一次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 想回首都长安 这个时候张九龄出来进行劝谏 为什么呢 皇帝每次出行 那都是车马一丈 威仪赫赫 沿途的老百姓都要负责供应物资 修缮道路等等 因此负担很沉重 所以这个张九龄建议说 说现在最好不要走 劳民伤财正是农忙季节 能不能再等上若干时 等到冬季来临 冬闲了 然后咱们再走 可以不可以呢 唐玄宗说那好吧 而李林甫 这时候开始出来说话了 李林甫这个话 他还不敢当着张九龄的面说 他退朝的时候 假装自己的脚脖 这么一瘸一拐 一瘸一拐的走路 唐玄宗在上面看着 奇怪就问他 说怎么了 你这脚怎么了 而李林甫这下子好了 捞着单独和皇帝说话的机会了 李林甫悄悄地说 说报告陛下 我脚啊 没事 我是有话 要跟您说 唐玄宗说那你说吧 李林甫就说 说这个东西二经啊 不过就是您的东西二宫 您作为皇帝 您要去哪 那是您的自由啊 干嘛跟群臣进行商量 不用商量 你如果说担心 劳民伤财的话 那最多就把沿途老百姓的 当年的付税给他捐免了 不就完了吗 这不就可以了吗 诶 唐玄宗一听 诶 说得对啊 所以立刻下令 得 咱们现在回长安 就这么走了 李林甫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不断地迎合唐玄宗 不管唐玄宗的想法是对是错 对国家是有利还是有害 李林甫一味顺从唐玄宗的意思去说 而张九龄则坚持原则 经常违背皇帝的意志 这让已经开始戴政的唐玄宗很不高兴 最终张九龄因为一件 和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 被霸降变观 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在唐玄宗犹豫 要不要废掉三皇子的时候 李林甫又出来说话了 您要注意到李林甫说话有个什么特点 他这阵总是在怂恿皇帝 你要前纲独断 不要跟底线人商量 三皇子如此重大的事件 废还是不废 张九龄坚决反对废 而李林甫则悄悄地找了一个宦官 给皇帝帝话 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家事何须谋及于人 废不废太子 那是您的家事 干嘛要跟外人商量 您注意这话耳熟不耳熟 他是在模仿当年大臣李基 在历不历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 所说的那句话 就说是历后是您的家事 何必更问外人 这是在模仿李基的这番话 你要知道这番话可真是对唐玄宗的脾气啊 不但迎合了唐玄宗的想法 而且还给唐玄宗灌输了一个观念 就是你应该前纲独断 所以对于唐玄宗听了这个话之后 很高兴 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张九龄在上面 张九龄还反对废三皇子 因此唐玄宗尽管听了李林甫的话 觉得蛮高兴 也不敢实施 起码还有一个忌惮 但是话可说回来 唐玄宗对张九龄已经日渐不满 尤其对于张九龄有那么高的威望 唐玄宗更是不满 这个事儿 后来通过牛仙客事件 得到爆发了 怎么呢 这个牛仙客 应该说和李林甫是一路的 他是属于那个利财集团 这样的一个成员 他是这样上来 他原本是一个边将 结果后来 这个人很有才干 唐玄宗想任命他为宰相 可是此事遭到了张九龄激烈的反对 张九龄不同意 为啥呢 因为张九龄主要觉得这个牛仙客 他是边将出身 张九龄一生反对谋求边攻 反对穷兵独武 他认为一个边将出身的人 要是官拜宰相的话 等于给其他边将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你们可以靠边攻 可以靠军功 去谋求高位 这样会导致穷兵独武现象 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张九龄 坚决反对认命牛仙客为宰相 但是唐玄宗想任命啊 结果皇帝跟宰相之间 就发生了争执 而且在争执到最后的时候 皇帝就开始有点 这么说吧 唐玄宗这个人 这时候有点可无责言了 他张嘴来了这么一句 你认为牛仙客出身低 那么我问你一句 你有啥高贵出身呢 这是在街短啊 抬杠啊 到末了 唐玄宗气恼之余 说了这样一句话 是总由卿 这是一句反问 什么事都得听你的吗 大家可要注意到 这句话很重很重 而且体现出了 此时唐玄宗对于张九龄的疑心 张九龄身负众望 唐玄宗最担心的就是 你把所有的人亡都占走了 你霸权独揽 所以他来了这么一句 什么事都得听你的 是总由卿 那么唐玄宗说出这番话 很明显还是受到了李林甫的影响 李林甫不是反复在强调 说是这个皇帝应该前纲独断吗 而就在这场争执之后 李林甫顾忌重演 他又悄悄的找人给皇帝帝话 有话他不当面说 他背地里悄悄找人给皇帝帝话 他说了一番这样的一番话 但有才实何必辞学 天子用人何有不可 还是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 他站在他这个利财集团领袖的基础之上 这个角度上 他说既然要用人 就要看有没有才干 他有没有文学之才 这个不重要 这是他的看法 第二个看法 瞧见没有 他又在强调 这个事您自己做决断就好了 不要问别人 所以说这样子的弄下来之后 唐玄宗最后拍板决定 任命牛仙克为宰相 这也标志着张九龄开始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对于张九龄来说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后来这一年盛夏 皇帝给几位大臣御赐白羽膳 这个事按理说是一个蛮平常的事情 但是张九龄拿到这个扇子之后 可以说感触良多 他写了一首白羽膳赐 上成给皇帝 在这里边他是这样说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自比为白羽膳 说我这个白羽膳 曾经受到过您的重用 我虽然杀身而无憾 纵使现在秋季来临 我这把白羽膳不得不收到箱子里边 那么躺在箱子里头 我也要感谢您曾经对我的器重 您在这里边有没有感觉到 一丝悲凉 一丝悲壮的气氛在里头 但即便如此 张九龄也没有停止 和五会妃李林甫的斗争 他在位一天 就要保三皇子一天的平安 但是很明显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自身难保 张九龄最后被废除 主要的原因出在一个监察御史 叫周子亮的身上 监察御史周子亮 坚决反对牛先克当宰相 此时牛先克已经是宰相了 但是有一件事被周子亮得知了之后 周子亮就此弹劾这个牛先克 什么事不清楚 唐朝的御史官员按理说 有法外之特权 可以言而无罪 但是这次不一样 唐玄宗皇帝听了周子亮的一番话之后 唐玄宗是勃然大怒 命令人把周子亮摁在厅堂之上 当场就打了一顿仗 打得很重 然后把周子亮下令流放到外地去当官去 结果周子亮身上的伤非常重 走出长安没多远 周子亮就去世 周子亮这一死 李林甫算是得饶机会的 李林甫跑过来跟皇帝说 说皇上我给您提个醒 您可千万别忘了 周子亮这监察御史 是谁给推荐 张九龄 是张九龄推荐的 我就给您提这一个醒 好 这一下子算是把唐玄宗活给拱起来 好你个张九龄啊 你大概是因为牛先克当宰相那件事 对我心存不满 现在借周子亮的口来骂我 不用问肯定幕后是你给指使 所以他以见人不当为罪名 让张九龄受了牵累 把张九龄由宰相的位置上贬为 精州长使一代名相 就此告别了政治舞台 从唐朝历史的走向来看 张九龄的霸相点观 是唐朝由胜转衰的一个预兆 张九龄的去职标志着唐朝 咸相政治的结束 而此后 李林府杨国中滞留 拔持朝政 唐朝的政治风气 开始由情转着 那么张九龄去职之后 他一直保护的三位皇子 为什么最终没能逃脱 被废除 进而被杀的命运呢 那么张九龄的去职 当然了 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当中 首当其冲的 就是三皇子 他一去职 一天都没耽搁 舞灰飞就开始行动了 这回出当马前卒的 仍然是杨晖 杨晖报告说 说他现在掌握了情报 说太子他们正在秘密的谋划造反 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唐玄宗 而且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 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究竟存在不存在 是值得分析一下 就是三皇子是否曾经打算带兵入宫 这件事是这样的 据记载说 据新南书的记载说 说这个 武会飞啊 耍了一个阴谋诡计 他派人跑去找太子 跟太子说 说现在不得了了 有人在宫中 有人在宫中谋反作乱 现在皇帝招你们立即带兵入宫去平叛 结果太子一听 太子很人孝啊 太子一听 着急了 赶紧就招呼这个恶王和光王 然后三皇子呢 就穿上了盔甲 调兵遣将 准备带兵入宫 评判 然后与此同时 武会飞又跑到皇帝那个地方 报告皇帝说 哎呦 说不得了了 臣妾得到一个情报 说是太子他们啊 正在调兵遣将 要杀入宫中 要谋害皇帝民 结果唐玄宗一听呢 就派了一个宦官 去侦查一下太子的行踪 结果宦官到了这个太子东宫 一看可不是吗 太子穿着全套的盔甲 正在那调集兵马 于是跑回来 向唐玄宗报告了消息 这下子唐玄宗勃然大怒 好啊 看你果然谋法了 如何如何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事是真是假 辞职通鉴的作者司马光 是不相信的 他在辞职通鉴考议当中 列举了自己的观点 司马光的第一个观点是 太子不会听武会飞的话 你要知道此时 太子与武会飞之间 斗争是如火如荼 可以说是势同水火 他怎么会因为武会飞的一番话 就带兵冲入宫中呢 他们难道不知道 没有皇帝的手遇 那么擅自带兵入宫 是死罪一条吗 他们有这么愚蠢吗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废太子智书未提此事 司马光注意到了 唐玄宗废太子时候颁布的那个智书 在那个智书里头 当然了唐玄宗要列举 这个太子的一系列的不端的行为 这个列举的主要罪名 是这样的两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 献原良于不有 物二子于不义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原良 原良的原始的字面含义 是大德至善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头 历史学家认为 所谓原良指的是受亡礼貌 意思就是说指责太子 想谋杀受亡礼貌 这是第一个罪名 第二个罪名 指责太子 你没有起到一个兄长应有的 带头模范作用 相反 你带坏了恶王和光王 这两个弟弟 所以说献二弟于不义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问题就出来了 为啥不用太子带兵 谋反这个罪名呢 你要知道 还有比这个罪名更大的罪名吗 假如此事当时真的存在的话 光这一个罪名就足以 用不着说其他话 就这一个罪名足以废太子 所以说 司马光认为 所谓武会飞耍阴谋诡计 陷害太子这件事 恐怕是不存在 唐玄宗当时 把太子要不要废这件事 放到朝堂之上 让群臣们进行讨论 此时又是李林甫 主动站出来说 说这件事 我们这些人 不好提意见 大家谁也不要提意见 还是由皇帝 您亲自来做决断好了 最后皇帝拍板 废三皇子为数人 而且更过分的一点是 把三皇子赐死了 一日之间废掉了三皇子 而且还把他们赐死了 这件事情 对整个朝野上下 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那么处死了三皇子 是不是武会飞就此 就扬眉吐气得意义实了呢 还真没有 怎么回事呢 三皇子是处死了 这是武会飞要的结果 可是问题就在于 武会飞自己因为这件事 导致了自己的死亡 他怎么死呢 他被吓死的 三皇子被处死了 结果武会飞总觉得 他们死了之后 这三个人的鬼魂 缠上了自己 要说哪里来的鬼魂 那是你心中有鬼好不好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做贼心虚 他导致了三皇子的死亡 结果他自己反倒把自己给吓住了 要从这点上来说 武会飞还真是没有武则天的魄力与胆量 把他自己吓得不行 晚上做梦 总是三皇子向他锁命 结果自己是吃不下睡不着 很快身体就垮掉了 他还请术士来做法 甚至还把三皇子的尸体重新加以收敛 加以安葬 而且还派人进行祭奠 但即便如此 病情仍然没有得到好转 最后他在惊恐当中去世 三皇子是开元25年4月23日被处死的 而他本人是在当年的12月去世的 请问一句 你说他这一番折腾 他究竟为了个啥 而且更可悲的一点是 他还有一个心愿 也称得上是他的遗愿 就是立他自己的那个儿子 受王礼貌为太子 即便这样的一个遗愿 在他死后也没有实现 张九龄霸相典官 以太子李英为首的三位皇子 被废为庶人 又被同一日赐死 此时太子东宫的位置出现空缺 而武会妃的儿子受王礼貌 得到了宰将李林府的支持 那么唐玄宗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没有立礼貌为太子 反而立了另一个儿子李亨为太子呢 唐玄宗出人意料的做法 究竟是他的心血来潮之举 还是另有深意呢 请继续收看 《堪元盛世上部》第十一集 盛衰分水岭 谁来当太子 朝野上下一致公认 那是非受王礼貌不可呀 那是不二之人选 但是偏偏唐玄宗最后没有选择受王礼貌 刚开始唐玄宗啊还是犹豫的 但是您要知道唐玄宗一生 非常重视的一点是平衡两个字 他总是在宫廷当中 在朝廷当中要搞平衡 无论是自己的后宫 还是朝臣当中 他都要注意 不要让一方势力过于壮大 在这件事情上 就体现出他这种技巧来了 怎么回事呢 你越是大家都认为 李茂是不二人选 越是大家都拥护他 尤其是有那个李林甫的拥护 你别看这阵儿 李林甫正获得皇帝的信任 但是皇帝也不愿意让李林甫一方势力单独做大 所以李林甫他们所拥立的受王礼貌 皇帝看来啊 并不想立他为太子 所以皇帝就非常的犯愁 那么应该立谁 连续多少天 皇帝为此寝食不安 据说人都变瘦了 高丽氏 这时候出现 高丽氏啊 每每在历史关键时刻 他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高丽氏看见皇帝这样的一副样子之后 高丽氏就问他 说您这是为什么呀 而这个时候 唐玄宗回答说 说你呀一直跟着我 你是我的家老 那么你说我是为了啥 我看你能不能说的对 高丽氏就说 是不是因为太子的事情啊 高丽氏给他来了一句话 这句话对于唐玄宗来说 那可以称得上是醍醐灌顶 怎么说呢 四军未定议 推长而立 蜀感争 你是因为储君的问题寝食不安吗 我给您出个主意 您挑那年长的力 他谁敢说个二话 我这句话唐玄宗一听 哎呀对呀 翻人醒悟 对呀对呀 是这样啊 你想这个立太子这件事 那么这个所谓贤能与不贤能 这个玩意儿是个相对标准 可是只有一个标准是绝对标准 什么呢 就是年龄 这是绝对标准 这个年龄这个标准往这一摆 谁也说不出话来 推长而立 那么高丽氏 给唐玄宗推荐的是谁呢 高丽氏给唐玄宗推荐的是 三子李亨 也就是未来的唐宗宗 可是这里边问题就出来了 你不说推长而立吗 这李亨不是 这个皇帝的第三子吗 他怎么叫长呢 其实啊 玄宗自己的长子 名字叫李从 可是李从这个人哪 怎么说呢 这孩子不能让他当太子 因为这孩子倒霉 早年间在禁院打猎的时候 曾经被野兽破相 把他脸给抓伤了 那个脸很不好看 破相了 所以不能让他当这个太子 你要说这就是古代的局限性 古人对这个身有残疾的人士 那种歧视是摆在明面上的 那时候就这样 这时代局限性没办法 所以李从既然是破相了 那么就不能让他去当太子 李从后来在天保年间啊 也就去世 那么二儿子呢 二儿子就是刚刚死去的太子李英啊 所以现在也就只有 要是说长的话 也就只有三子李亨了 这个李亨啊 他的母亲是杨氏 杨氏是隋朝宗宗室女 这个李亨刚生下来的时候 被王皇后给抱去抚养了 王皇后我们前面说了 他长期无子 大概王皇后跟杨氏之间关系还不错 结果呢杨氏生下了这个孩子之后 王皇后就把李亨抱到自己身边 进行抚养 据说还十分的慈爱 等到李亨稍微长大一些之后 皇帝又给他指派了一些名士 来给他当老师 这其中包括贺之章等人 所以李亨保读师叔 这点上没有问题 到了后来十五岁左右 李亨被迁入到了石王宅当中去居住 我前面说了 石王宅这个东西啊 对于当时身处于青少年时期的 皇子们的性格养成 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李亨后来当了皇帝之后 那种有城府有谋略 同时又带的有点阴的那种性格 说实话 恐怕跟这个石王宅的经历 应该说是密切相关 这里边有一个疑问 高丽氏为何在皇帝面前 要历见李亨呢 他为什么不站到李林府这边去呢 我说这个话的缘故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高丽氏和李林府的上台 还有些间接的关系 李林府还曾经借力于高丽氏 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子 这个五三四啊 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大臣裴光亭 这个裴光亭是李林府的老上级 结果一来二去 这个五四和裴和这个李林府之间就产生了男女私情 裴光亭死了以后 这个五四就跑去找高丽氏 请高丽氏帮忙说话 推荐自己的情夫李林府为宰相 他为什么找高丽氏呢 因为高丽氏早年间出身于五三四的府上 所以这个五四呢 就跑去找这个高丽氏 但是高丽氏没有答应这个五四 高丽氏这个人做事是很有诚服的 他不会因为一些私情就走后门 因此他没有答应 但是后来李林府的上台 还是和高丽氏有了很大的关系 这事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有一个宰相 他叫做这个肖松 肖松呢 推荐另一个大臣叫韩修为宰相 结果这个韩修 不知道推荐自己的人是谁 而高丽氏利用自己掌管机要文件的机会 率先得知了韩修要被拜为宰相这样的一个消息 结果高丽氏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五四 五四就赶紧跑去把这个消息又报告给了李林府 而李林府则赶紧跑到了韩修的府上 去给人家提前拜贺 结果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 韩修当了宰相并不知道是谁推荐的 光见着李林府提前就来祝贺 他以为是李林府推荐自己的 因此他当宰相之后 跟自己呢真正的推荐人肖松之间 关系很不和睦 相反却对李林府很好 历见李林府为宰相 再加上武贵妃这日也不断的帮助李林府说好话 最后皇帝决定任命李林府为宰相 李林府这个宰相就这么当上来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高丽氏就不站到李林府这边了呢 这还是高丽氏一生的行为准则带来的结果 怎么呢 高丽氏这个人你别看他跟很多人有很密切的关系 但是这个人从来不结党英私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皇帝的利益为核心的 他对皇帝那真的是忠诚 所以高丽氏这个在面临太子人选这个问题的时候 高丽氏察觉到皇帝并不想真正的立李茂为太子 所以他这日出了个主意 说干脆咱们推长而立 立李亨好了 由此皇帝决定立李亨为太子 也就是说武贵妃这番折腾 你说武贵妃主动发动了对三皇子的战争 可是自古以来 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要难得多 你看你最后怎么个结束法 最后结束的结果就是 三皇子死掉了 武贵妃他自己也死掉了 而自己最大的遗愿也就是受王李茂为太子 最终也落了个鸡飞蛋打 从这点上来说 这真是一场多方共输的一个局面 要说这里边有谁是受益者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借着这件事自己上位了 而且扳倒了政敌张九龄 开始了自己的掌权的这样一个时代 张九龄去世于开元28年5月 中年63岁 当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唐玄宗前往四川避难 登上高山回望长安的时候 据说唐玄宗皇帝潸然泪下 他此时心中最怀念的 并不是刚刚死去的杨贵妃 而是怀念张九龄 他跟自己的手下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 污取张九龄之言 不至于此 意思是说 我要是听了张九龄当年的话 杀了安禄山的话 也不至于有今天 当年在安禄山受宠的时候 张九龄曾经反复的劝谏皇帝 说安禄山这个人 有意象 有反骨 这个人一定得杀掉他 否则必为后患 但是当时的皇帝 听不进去这句话 现在悔之晚矣 所以皇帝特地派遣使节 前往广东韶关 去祭拜张九龄的坟墓 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 同样是在成都避难的时候 皇帝却还有一番 有关于李林甫的议论 这这李林甫也已经去世了 他关于李林甫 他说 李林甫这个人呢 论才干 是绝对不可多得的一个人物 可是皇帝又说了一句 颇带悔意的话 他说 但以杜贤技能 以此致败 说 哎 李林甫这个人呢 既贤杜能 最后导致了国家的 这个衰败 那么这里边就出来一个问题 唐玄宗为什么要这样评价李林甫 还有 李林甫真的是一个如此不堪的人吗 我特别不赞成 用好和坏来评价历史人物 我也不赞成 以成败论英雄 我觉得历史大事 有时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扭转 一个人也绝不是好与坏 这两个字就可以评价的 李林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的所作所为 究竟对唐朝的政治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需要客观的 重新的加以审视 我们把这个留待